慘的就是房地產業 沒有錯 最近房地產接連爆雷 不得不說 李嘉誠真是厲害 我們來看 現在很多的一個屋主 高舉著抗議的一個標題 要求說世貿你要趕快復工 要趕快來交屋 那過去深圳的一個世貿 可是不得了的 為什麼呢 各位很多人都知道 深圳本來是一個小漁村 50年的一個時間 它居然發展成跟紐約一樣 所以很多過去那個深圳的 很不值錢的土地 後來通通蓋了高樓 世貿是其中蓋最大的 但世貿曾經是 中國前20大的一個開發商 但現在的債務 據傳高達800億的一個人民幣 遭到銀行申請要做清盤 所以可能是繼恆大 跟碧桂園之後 第三家下市的大型的一個房企 深圳過去真的是很可怕 為什麼呢 深圳一開始的時候 每平方米是從2萬人民幣開始跑的 沿路一直跑... 跑到最後 在整個最誇張的時候 深圳那個最好的地方 是他們是旺海 他們就往外看 看到海的地方 比台北的信義區的房子還要更貴 但最近我們來看喔 大家沒有人在比誰賺得多 都在比誰賠得少 深圳的房地產 排名第一名叫做月亮港花園 嚇死人了 過去一間高達1186萬的一個人民幣 一口氣下跌了65% 各位你沒聽到 100萬存35萬喔 剩460 剩460 然後跌幅這麼高對不對 好它跌幅高它還算是比較清明的一個房子 現在比較恐怖的都是那些所謂的高價房 例如說豪宅那個君月新天 君月新天其實也非常的一個漂亮 他們中國大陸他們流行的叫樓管 因為他們整個房地產的玩法 是從香港移過去的 草地皮 座樓管 座樓管上來囉 大家開始搖號抽籤 沿路一直走走走走走上去 現在這個高級的房子 一口氣跌了2250萬人民幣 很簡單說啦 你要一間大後台幣一元 買一間賠一億台幣 就是這麼慘喔 但現在還有更慘的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他們那個很多的房地產很奇怪 我們台灣的房地產是 你去買房地產之前 你的房地產廠商必須要先去 跟整個當地市政府 申請的所謂的土地建造完之後 其實未來的整個所謂的房屋分割 是分割的大概準備好了 現在好多人付了五年的房貸之後 他們卻沒有辦法交屋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過去中國有個叫萬達的王健林 過去蓋商場蓋房子 也是蓋得虎虎生風 現在好多人都在維權 為什麼維權 想不到王健林居然跑掉了 600億賣掉了萬達的整個商場之後 全身而退 但現在好多人說 你人跑了 你後面房子要交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好多人都在維權對不對 河北的碧桂園 目前也在做整個維權 那現在之前中央有提資金 中央有說了 我要提出一兆的一個資金 至少要在河北地區 北京地區 把那些該做的房地產 他們的說法兩個字 搞活 搞活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爛尾 那我現在想不到把它做好 想不到碧桂園做假復工 假活 他就做假復工 他就找幾個人去那邊掃掃地幹嘛的 其實是真的沒有要搞 但碧桂園其實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我是去過 碧桂園在馬來西亞最南方的地方 就在整個新加坡的對面 那個地方用馬來語講叫九厚 我們中文叫新山 新舊的新 山上的山 那個地方一口氣蓋房子真貪心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聽說是拿都 直接跟那邊的人說 直接跟碧桂園說 我出地你來蓋 蓋多少呢 這個地方我發建造給你 所以那時候 那個地方人口很少 各位蓋了1740公頃 做了一個超大的一個造證 是70萬的住戶可以住的 簡單的說 那邊據傳還沒有蓋完 全部蓋完超過10萬戶 到現在完全鬼成一片 鬼成一片 然後當初買的人是買700萬的台幣 現在只剩200萬 那個地方 因為往內走之後有樂高樂園 所以很多去新加坡 覺得新加坡飯店太貴的 會在那個地方買那種 你住房子 它裡面有餐廳有客廳 有整個全部包好的 很便宜 現在的月租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很多的租戶 他們就說 我們貸款都繳完了 你為什麼整個房屋證 沒發下來 簡單的說 當初碧桂園跟當地的政府 到底產權有沒有講清楚 這個是不曉得的 所以好多人說 我現在就算要認賠 賣不掉 為什麼呢 房屋 正 煤 麻道 所以就只能夠很低的價格一邊租 但最近這幾年 因為之前疫情的一個關係 這幾年其實那個地方完全就是鬼成了 所以就一直荒廢一直荒廢 那個地方要解決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10萬間的量 現在入住的人只有5000人 我就問各位 一個人要住20間 住到時才住得完 這是碧桂園在馬來西亞蓋的鬼神 再來看中國 中國現在產能過剩 所以連美國的業務 都直接警告他們了 你這個產能過剩 在全世界各地低價傾銷 美國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狀況 畢亞迪在中國的國家隊資助之下 現在變成全世界最大銷量的電動車了 電動車還不能在台灣賣 中國的電動車 那現在傳出說 油電車要進軍台灣 這真的嗎 雷寧 應該講說車評 這個汽車網站的媒體 他們在閒聊 然後他在他的社群媒體就po 已經有對面的汽車公司打電話來 你是誰誰誰 然後我們即將在台灣開拓點 然後產品即將上市 到時候請您多多關照 哔哩啪啪就po一堆 那這個我們的車評 當然就很開心 就把這個訊息po出來了 但是他沒有透露是哪一個品牌 那另外的車評幾個 我們在後台大家幾個在聊 開玩笑 又不是只有你收到電話 我們都收到電話 那時候我就很訝異 原來大家都 這個應該講說都有接到這個電話 就是中國的廠商已經在準備了 對這個叫做瀕臨城下 就是真的他們都已經準備好 而且真的在今年就會有動作出來 那後來我們其實大概都知道 因為最近的應該講說這幾個月 這半年來很多媒體都有在報導 我們不外乎就知道幾個品牌 像是這個吉利 奇瑞 大家都會猜是吉利 為什麼 因為其實吉利以前跟這個玉龍 就有合作過 那他應該是應該講說合作起來 運作起來會是最快的 而且不要忘了 玉龍有自己的生產線 他有自己的工廠 他要做起來其實利潤會是最大的 那如果是換成奇瑞 如果奇瑞來的話 他會透過兩種方式進來台灣 我們稱之為CKD跟SKD 也就是進零件純零件進來 把組成一顆引擎 組成車台拼成一台車 或者是進引擎進來 進車台進來 組裝成一台車 他有這幾種方式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方式的話 他需要車場 像玉龍這樣的車場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在我們講的西產地 從別的地方第三國 比如說從泰國 進來台灣 然後進來車子 這樣才有辦法 那所以那時候 當時媒體他就會想說 是不是比亞迪 結果玉龍馬上跳出來 不是比亞迪 因為比亞迪這個知識體大 因為他品牌性 還有這個產品線都夠強很大 真的對車台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可是如果是這個吉利 或是奇瑞的話 影響都不會那麼大 但是現在講 剛剛慧敏提到說 油電的問題 油電的油電車 他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油電在台灣賣的最好的 就是Lacers對不對 但售價大概約莫是在150萬上下 160 170甚至200 可是如果是奇瑞 他的性能車進來 你知道他的價格在百萬以內 而且他強到什麼程度 他搭配一顆1.5升的小引擎 然後配上油電之後 他居然在0百加速 可以達到7秒多 這已經是跑車的等級了 而且在純油電 純電的模式下 可以跑50到100公里 這個其實性能真的 已經算非常非常強 所以他進來台灣 最大的晉升對手會是誰 其實就是我覺得 應該是說你要不要減便宜 如果要減便宜的話 你就會選擇這樣的車款 對吧 因為你如果要真的拿去跟Lacers比 因為Lacers的產品性質 跟他是最接近的 但是我覺得兩個沒得拚 這品牌形象差那麼多 那如果你在那邊添賞 你一定會去買這個牌子